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应有真主字眼 纯属误会一场 并会吸取教训 绝不让事件重演 并向全国穆斯林道歉 沙巴古纳海域发生枪击案 警方表示不涉及五种统治 眼部受伤的大马海市执法机构成员 则已取出子弹 情况稳定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总监达丁哈吉马表示 当局严正看待 本地协商万出现貌似真主字眼设计仪式 他强调 若发现任何一方蓄意侮辱伊斯兰教 将采取法律行动 并提醒所有业者关注种族和宗教敏感 由于警方已经立案 因此大马伊斯兰发展局将交由 执法当局展开调查 哈吉马发文告指出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严正看待 高跟鞋鞋底标志疑似真主字眼的事件 并会全力支持警方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行动 他表示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不希望 Wenz及所有售卖任何产品业者重蹈覆辙 而今天 当局也召见了Wenz公司创办人 Dato3黄春虎协助调查 该公司已向当局道歉 并解释相关实情 同时在全马 包括沙巴及沙拉越近70家分行 下架有关鞋底设计争议的产品 无论如何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重蹈覆辙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也严厉警告Wenz及所有企业 厂商 供应商及进口商 认真关注种族及宗教敏感 以维持国家社会和谐 针对本地协商Wenz的一款高跟鞋的协底 疑似应有真主字眼 其品牌创办人Dato3黄春虎 引向大马伊斯兰发展局解释 并指这是一场误会 黄春虎强调 该公司在吸取此次教训后 往日绝不会再让类似事件重演 并向全国穆斯林同胞真诚道歉 黄春虎在与大马伊斯兰发展局的官员会面后 向媒体指出 尽管这是一场误会 但他充分理解其品牌一款高跟鞋的协底 以此应有真主字眼而掀起的争议 会引起穆斯林不满和心痛 因此真诚地向全国穆斯林同胞道歉 黄春虎补充 在争议掀起后 他已指示其公司所有分店下架和禁售有关协款 而他也会吸取这次的教训 在往后的日子更加敏感和小心 并感激在这个争议上给予他指教的人 此外 Wenz公司也发表道歉和解释声明 该公司表示 涉事鞋款的鞋底其实是硬上标志 而其灵感是来自断带的高跟鞋影子 强调绝对无意要侮辱或贬低任何宗教或信仰 该公司承认 有关鞋款的设计存在缺点 因此才会导致被误解 从而伤害了消费者的感受 因此目前除了停售涉及鞋款 该公司也准备好 向以购买该鞋款的顾客进行退款的售后服务 全国总警长丹西拉加鲁定表示 目前已扣查来自本地鞋商 Wenz含有真主字眼的1145双鞋子 他透露 警方目前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逮捕行动 同时将与大马伊斯兰发展局合作 联手调查 拉加鲁定指出 尽管当局站未针对这起事件逮捕任何人 但将传召相关的厂商以及营业商 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 同时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298条文 伤害宗教情感和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 不当使用网络设施或网站服务开档调查 在柔佛星山 由多个单位联合展开的一次综合突击行动 发现本地鞋商Wenz的分店里 有一批女性鞋子 其鞋底上的标志仪式像真主的字眼 柔佛州宗教授委员会主席 马马法瑞已经指示有关当局 对州内购物商场销售的鞋子产品展开检查 在Wenz的女装鞋鞋底被传出疑似应有真主字眼后 柔佛州警方 内贸部 伊斯兰宗教局和新山市政局的执法人员 迅速采取行动 登门扣查相关鞋子 以供进一步调查 摩阿玛法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以待有关当局的进一步调查 他表示 州政府将坚定持续监督 绝不妥协涉及嘲笑或侮辱真主或伊斯兰教的行为 此前 一名50岁的穆斯林消费者将媒体反映 他在新山某间商场内的鞋店购买了三双鞋 并发现其中一双 售价99令吉99千的高跟鞋 其底部图案与真主字眼十分相似 因此决定拿回该店退货 随后他也和设计鞋店相继前往警局报案 继真主字眼的袜子缝布后 国内在传出女装鞋的鞋底 印有疑似真主的字眼 团鞋部长达特埃恩阿古达刚强调 只有内政部和通讯部有权力援引法令 针对处击三双 也就是宗教 种族 以及王室课题或争论的人采取行动 而部长也呼吁各方 停止发表可能引发种族争论 破坏多元社会敏感性的言论 Aaron Angodagan表示 当发生三双课题或争论时 并非团结部不采取行动 而是该部没有执法权 反之 内政部和通讯部 有权通过数项法令 对触及三双课题或争论的人 采取行动 相关法令分别为 1948年煽动法令 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 1967年警察法令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对付违法者 部长强调 团结部仅着重于监督团结课题 以及在高风险地区 落实干预项目 以加强各种族及宗教人民之间的 互动和融合 尽管该部没有特别权利 但仍会通过国民团结及融合局 以数个机制协助管理团结课题方面 发挥重要角色 此外 Aaron Agodagan也呼吁各方 理应保持克制 停止发表任何可能引发 种族争论和损害多元社会 敏感性的言论 部长强调 维护国家和平与和谐 是每位大马公民的责任 因此应该避免挑衅和暴力行为 防止冲突和混乱发生 针对高跟鞋的鞋底 疑似应有真主字眼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警告 假如有任何人 试图利用正向课题大做文章 甚至发表可能会引起 种族关系紧张的留言 都会在一九九八年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下受到对付 因此民众受怵 不要知法犯法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发文告提醒民众 切勿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载分享或散播 任何有关3R课题的内容 文告提到 假如任何人 有写底图案课题的相关信息 可通报警方或该会的反馈 及投诉网页 好让当局采取进一步行动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提醒各造 需要给大马伊斯兰发展局 和执法单位空间 以调查有关本地协商 有一款高跟鞋的协底 疑似应有真主自言的指控 而今早 涉事的Wenz公司创办人 Dartosry黄春虎 在10点50分抵达 布城回教发展局 接受官员问话 并在大约一个小时后结束 而在见到媒体时 也向大马人民鞠躬道歉 这个节目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前早上 道马海市执法机构有成员在沙巴古纳海域巡逻时 突然被神秘枪手从可疑船上开枪射击 并且因而受伤 警方调查发现 涉及这起枪击案的枪手 是趁着开斋节期间 在古纳和仙本纳一带 打击沉船回乡的五国公民 目前 警方已经鉴定其中一名枪手的身份 并强调不涉及武装组织 这起发生在古纳海域的枪击案 导致大马海市执法机构巡逻艇的45岁船长 Zaina Abak-Kommal 左眼受伤 另一名船员 Perry de Chula Jimmy 在与嫌犯奋力缓击时 双手受伤 船上另外4名成员则没有受伤 无论如何 警方仍在继续调查 因此暂时不能透露有关涉案嫌犯的更多信息 至于眼部受伤的船长 手术后已将子弹取出 目前情况稳定 上个月27号 警方逮捕一名以色列男子 并起获6把枪械 以及200颗子弹 目前 调查仍在进行中 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 全国警察总长 Dansi Rajaruddin预计 证明落网的以色列男子 会在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被提控上庭 目前 警方还在展开调查 以收集更多相关信息和证据 以色列男子弹取出 另外 涉嫌为这名以色列男子提供枪械的一对本地夫妇 今天被带往八省法庭 并在1971年军火增行法令下被提控 这对夫妇是在上个月29号 在刮拉雪兰儿被警方逮捕 在有关军火法令下 一旦罪成 可被判处最高监禁14年 即鞭持不少于六下 但双双听令控撞后都否认有罪 且不获保释 案件则定6月11号过堂 开斋节来临之际 斯美兰州陆交局出动234名人员 在本月1号至20号展开特别行动 也减低意外发生 而该行动查获并扣押了56辆 由外籍人士违规驾驶的车辆 也展开进一步调查 同时 在全国范围展开 为期六天的安全行动22 今天正式开展开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瑞尔利尼 呼吁公众小心驾驶 保持耐心和遵守道路安全规则 截至目前 斯美兰州陆交局共查获并扣押了 56辆由外行人士驾驶的车辆 斯美兰州陆路交通局局长哈尼表示 这次特别行动涉及了96项违规行为 重点关注9项犯罪行为 即不遵守时速限定 不遵守交通灯 双线超车 在紧急车道行驶 超车 开车使用手机 未佩戴安全带或头盔 罗里在快车道行驶及操载 大多数外籍驾驶者 都是以商业运输为主 这些车辆大多数是由本地公民所有 租金费用为每个月400至600令吉不等 在这些外籍人士的违规行为中 巴基斯坦籍居多 共有12人 印尼籍共7人 缅甸籍共4人 另外从今天起至13号 警方未配合开斋节展开的特别行动 安全行动22也正式开跑 旨在确保在开斋节期间交通顺畅无阻 此次行动主题继续沿用居家安全 平安抵达目的地 拉扎如定表示警方会继续履行职责 维持公共秩序并加强巡逻 确保民众家宅平安 他建议准备回乡过年或放假旅游的民众 提早规划行程 遵守交通规则 保持耐心和礼让精神 配合警方共同达到主题目标 他希望能够透过安全行动22提醒道路使用者 谨慎驾驶 以防在夹节期间发生致命事故 针对有车辆在彭亨州的老物中枢大道违法悠转 全国警察总长Dansvi Razaluddin表示 将会关闭有关悠转绕道 以避免类似其事件再度发生 此外 为了确保大道使用者的安全受到保障 彭亨州总警长Dato Yahaya Oman也提醒民众 不要在道道旁停车休息或开斋 除非是遇到紧急情况才获得允许 既然在路程中的人不具体可控制 既然在路程中有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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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连转地转门 但我感觉到安慎驾驶 除了不能停在大道一旁 违法U转也是不被允许 因为此行为将会危及其他大道使用者 因此警方会援引1959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十三条一款条文展开调查 同时关闭劳务中枢大道的U转绕道 开招节将至 各族同胞都会借着假期回乡或出游 因此也成了五国机场最忙碌的时期之一 今天吉隆坡国际机场预计有超过15万6千名乘客 回乡欢庆佳节 共设有1135趟国内和国际航班 其中有576个航班在一号航站楼 459个航班则在二号航站楼 为满足这一大规模回乡潮的需求 航空公司已随即采取行动 据悉这些航司已额外添加500个航班 以应对开招节假期期间的返乡和出游高峰 酷热天气加上开招节脚步逼近 槟城水贡机构宣布将在昨天起至14号 部署一支由13辆水槽车组成的车队作为备用措施 这项举措旨在应对夹节期间 民众异常高的用水量 同时避免当地发生非计划性水贡中断 槟城水贡机构首席执行员帕马纳探表示 当局启动的2024年开招节用水应急计划 包括出动三辆最大容量达4万公升的巨型水槽车 该车队将为威南社区 槟城西南区湖内和武吉贝拉 以及部分位于地势较高货水管末端的用户提供水源 帕马纳探指出 该机构预计从本月7号至14号的回箱和开招节期间 每日用水量将达到或超过9亿2700万公升 此外 当局将在47个定点准备最大容量高达2000公升的水箱 以应对用水需求 根据该机构的水坝有效用水量报告显示 槟城居民每日平均用水量达9亿2700万公升 与去年每日8亿7700万公升相比 高出5000万公升 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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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马著名鲜奶品牌Farm Fresh旗下的奶茶指引店 John Char在开设新的指引店 并且正式入驻吉达州的阿曼中环广场 该公司总执行长林炳翰表示 John Char旗下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Farm Fresh的鲜奶 成为国内唯一一家使用自家鲜奶产品制作的奶茶指引店 值得一提的是 吉达州的分店还会特别推出玻璃罐鲜奶 以让顾客享用高品质鲜奶 Farm Fresh旗下奶茶指引店John Char 正式入驻吉达阿曼中环广场 该品牌使用自家农场新鲜出产的鲜奶作为主要成分 并利用各种原材料研发出各种口味的奶茶 酸奶以及双麒麟 整理酒控制作为主要 Thankfully 我们有 beberapa决 мо grain 别的選擇 我们有 pepper ков于氏有名 我们有 interfaces 我们有清� nye 有准酒 проб 我们有很多 酸奶 我们有咸鸢 våra您可以持емлем 乗 您可以 ĸs die 林秉翰透露 Jom Cha秉持着 使用新鲜出产的牛奶制作产品 确保顾客能在全马各地 享用该品牌出产的高品质产品 我们有冰淇淋 是用鲜奶制作的 有我们的乳酪 也是我们用农场制造出来的 我们在吉达州这一边 也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们的那一个 就是玻璃罐里面的鲜奶 我们也会在这里出售 现在在吉达这一边 就是在我身后这边 在阿曼Central的这个广场里面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或者是谁可以来这里 试看我们的这个Jom Cha 这一系列的奶茶 通过鲜奶制作的奶茶 吸引不少注重健康的年轻人 及个人群喜爱 顾客也可以按照个人喜好选择甜度 制作出独有的奶茶口味 此外林炳汉也放眼 Jom Cha得以成为全马人的奶茶饮料首选 同时位于全马开设更多的奶茶直营店 RTM采访报道 娱乐新闻 日前登上中国节目百分百出品 并以超实力舞台表演 而在中国掀起热议的 我国顶级女团Nola 今天爆出有成员退团的震撼蛋 原名为Nol Sasha Afrika的Sasha 因为个人原因决定退团 Nola官方Instagram账号发文 表示大众都在关心Sasha的最新动态 并以沉重的心情宣布Sasha退团的决定 该公司表示Sasha经过多次考虑后 因个人原因而决定退团 该公司强调会完全尊重Sasha的这项决定 并且会继续支持和祝福她的未来 对于Dola抛下的这个震撼蛋 许多粉丝都难以接受 但还是真正为Sasha送上祝福 由大马环球音乐推出的 四人女子团体Dola 自2019年出道以来迅速走红本地乐坛 其成员除了有Sasha之外 还有Sabrandor、Dabi和Angel 并以唱跳舞曲Dola McEwana走红 而上个星期 Dola更是首次登上中国舞台 亮相于中国歌手张艺兴作为出品人的节目 百分百出品 并带来包括南无漏在内三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稳定的台风及歌唱实力 让许多中国观众给予如雷好评 而这也成功间接将马来歌曲推广至中国 乃至全世界 加拿大多伦多一名年近八十的老翁 退休后利用空闲时间 使用石头、贝壳以及玩偶布置房子 而房子在经过布置之后 散发出浓厚的艺术信息 新闻的尾声一起透过镜头 欣赏着美丽的房子 我是黄文柔 感谢收看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